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讲了一下香港目前的一些争论 在民主阵营里头的一个争论 比如说包括了一些五大诉求啊 还有一个泛民阵营其他的 在一国两制这个框架内怎么样实现这个双普选 也提到了一个香港这个半民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一个制度目标 所以我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同意这个 李伟东先生的这个观点 那么因为我在香港的原因呢 可能是看到更多的一些情况和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状态 所以我呢就是在李伟东先生这个评论的情况下呢 就做一些补充吧 应该说是 所以我就分几个问题来谈这个事情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国两制会不会被这个一国一制所取代 现在那个香港有很多人呢 就是担心啊 那个北京一不高兴的话呢 会在香港实施这个一国一制 那么海外的知识分子呢也有这个担心啊 这个其中也包括了香港的有一些异见人士 他们始终是觉得如果是这样搞下去 中央政府会不会就干脆就一国一制了 那么特别是有些建制派的人士啊 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呢 我呢就我的观点就是我就不会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香港那个反修例运动中啊 那个有很多年轻的人呢 他们对这个港独的一种诉求啊 我觉得他们这个发泄是多于这个实际的这个争取 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这个本土派的青年 特别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 这个兴起了一些本土主义思潮 他们中间呢 其实也对这个港独能不能够实现这个可行性也是抱有怀疑的 而且呢 他们也是观望一个长的时间 其实港独在这个国际社会呢 目前是普遍是不接受的 即使这些学生在校园里头每天挥舞着这个美国的国旗啊 我看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在内的一些西方社会呢 也是爱莫能助的 因为他们是不会认可这个港独这种现实 中国作为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呢 已经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的 而国际社会现在更加关心 更关心的东西呢 是香港如何真正落实这个一国两制 这个全面落实一国两制 这个达到港人治港啊 更加民主啊 这个高度自治啊 在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我觉得这个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港独的诉求呢 在香港来讲只是一个很小一部分人的一个愿望啊 这个这部分人呢 其实也没有得到香港在这个得到西方在港独问题上的支持了啊 包括这个组织啊 还有那个那个资金方面的支持 那么他们这个港独的诉求只是一个抗争运动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判断了这个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啊 还是一国两制的 因为这一点来讲 即使是在现在反修例还有一些那个几个月 这个乱局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 我觉得北京对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呢 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是作为一个比较长远 将来的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国策啊 但是北京呢 可能要在管制的模式上要做一些调整啊 这种管制的模式的调整呢 我觉得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 包括民主派所批评的香港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啊 这个雨伞运动雨来 这个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渗入啊 这个东西都是一种要求在管制模式上要调整 我觉得如果是北京要实行这个一国一制的话呢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呢 要远远大于一国两制 这个不是因为北京害怕西方或者国际社会的压力 这一点呢 我们也看到北京现在是 不是太害怕或者太担心西方社会 尤其是美国的压力 啊 我觉得如果是要实行一国一制的话呢 北京和香港这个建制派呢 在整体的利益上会受受到损害的 呃 如果是香港实行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的话呢 呃 对内地啊 中国大陆是有好处的 因为香港的一种制度 它的一些运作 一些融资 还有经济的模式 对外的交往啊 信息的窗口啊 呃 也包括对那个西方的这个贸易关系啊 啊 资本主义这个模式的管理啊 我觉得对这个中国大陆的那个经济发展呢 是一直是会有持续的参考作用的 而且这个就是香港的经验了啊 那个以及香港未来呢 可能会发展一些新的模式 管理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经济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呢 对香港这个实行一国两制呢 是它有真实的需要 而不是说政治上有权宜自己啊 我觉得它是真实的需要 那么那种认为呢 这个中国中国经济模式啊 也持续化的一种一种一种乐观的想法呢 呃 我觉得是有一有一点问题的 啊 就是说如果是一国一制的情况下面 啊 中国经济模式也是可以 呃 那个这个持续化发展 我觉得这个这个想法是错的 因为如果是没有一国两制的话呢 呃 那个中国大陆是会呃 那个损失很大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内地来讲呢 这个一国两制呢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了 呃 怎么样真正的落实一国两制 怎么样在基本法这个框架里头 那个落实一些民主啊 呃 或者一些那个香港的一些 保留一些香港的价值观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 我们一直都在呃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思路啊 我觉得这次的反修例运动呢 也是给北京发生了一些新的课 新的课题 呃 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啊 那个不能说是 呃 一种呃 坏事 也可能是对将来来讲这个发展是一种 一种好事 北京对港独的封杀呃 是不留余地的 那么港独人士如何走下去 这个北京呢 对小众的这个港独诉求呢和口号呢 是宁可杀错不放过的 因为这是北京在政治上是不可容忍的 呃 不管这个港独能不能实现呃 那个北京方面是 呃 在他的萌芽状态中间呢 都是趋向于要封杀 而不能让他扩大啊 虽然这个港独诉求的人士 他也会认为这个前前面的路子是越来越难走 但是他毕竟还是一种思潮 一种一种一种这样的诉求 所以呃 他不会停止这个运动 但是北京我觉得他会继续封杀 呃 所以这个 北京对这个港独的封杀呢 正是利用了国际社会啊 对这个香港呃 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认可啊 以及这个基本法的这个法律效力来来针锋相对的啊 这个预警式的预警性的警告外部势力 对港独的这个支持的苗头啊 比如说你这个西方国家啊 或者美国的英国 你就不能够支持港独啊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 英国 西方国家他没有支持港独 他只是呃 希望一国两制能够落实啊 这个香港这个基本法能够落实 所以北京方面对呃 港独的打压呢 呃 是因为有一些港独诉求的人士呢 呃 呃 慢慢这几年呢 形成了对于这个江独啊 藏独啊 或者蒙独人士的一些合作 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五独啊 他们就是抱在一起 北京看着这个势头 所以他是呃 是要封杀的啊 那么我在雨伞运动以后呢 采访过很多那个港独诉求的人士了 一些港港独派了 本独派了啊 呃 他们就对这个港独的实现呢 还有将来的前景呢 是不是太抱希望的 呃 比如说陈浩天啊 就是在香港已经被 呃 被禁了这个香港民主党的这个召集人 呃 他曾经跟我讲呢 他就说港 我们要看到香港独立呢 可能需要五十年的时间啊 他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另一个港独组织呢 就是学生动员啦 他的召集人叫钟汉林啊 他说呢 就是说 香港独立啊 这个东西呢 要在将来的某一些时间才能够实现 因为他也不能够确定 呃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或者什么时候能看到啊 但只是他们一种 呃 目前一种运动 一种一种诉求而已 另外一个组织呢 叫做香港独立联盟啊 那他的召集人呢 叫陈家居 陈家居呢 就说呢 就说港独是很难的 啊 这个很难实现 但是呢 他们仍然会坚持了啊 所以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港独这个主张啊 是一种这个抗争的手段 也是一种这个谈判的呃 呃 筹码或者说是呃 叫价吧 这个他们就是不满这个中央呃 呃 政府呢 干预香港的一个事务了啊 啊 所以这个港独这个呼叫 这个这种诉求呢 跟这个泛民的这个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真正的高度自治呢 呃 或者说是真正的普选呢 是 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啊 因为年轻人吧 又不是政治家 是吧 那个政治立场是极端一点 是吧 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性格嘛 是吧 他们的这个港独主张 呃 其实跟这个台独啊 藏独啊 江独啊 蒙独啊 蒙独啊 都是同一个基础了 是一种理想 一种呃 呃 愿望 一种愿景啊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政治现实上来讲呢 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这个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他们的力量啊 是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的 所以基本上是无法操作的啊 只是一种对这个北京啊 或者对一种那个中共政权呢 这是一种长期的压力 这形成 这种情况呢 就很像那个日本的琉球群岛 那个居民中呢 也有一种独立运动嘛 是吧 这个比如说苏格兰的那个独立诉求啊 或者我们看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 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魁北克 甚至美国有一些地方 也有一些 呃 一些零星的独立运动啊 呃 这个在民主国家内部呢 也是一种思潮啦 是不带有这个血腥性和革命性啊 呃 通过通常是通过这个国家内部的机制呢 呃 有待平衡的一种族群的要求啊 啊 这个 这个 而港独呢 这跟其他的五独啊 啊 就是说那个藏独啊 那个江独啊 孟独啊 这种呢 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头 在一个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内部 呃 呃 被称为是一个叛逆的势力了啊 呃 所以他被打压这个程度呢 呃 呃 当然是要严厉的多了 呃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会甚至血腥的多啊 呃 这个跟那个民主国家里头呃 呃 闹独立的思潮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呃 对那个香港的那个 那个港独这个思潮啊 或者一些行为啊 那个压制啊 近年来呢 是非常严厉的 而且我觉得是越来越 呃 收缩他们的空间啊 呃 比如说他们在选举中的一些DQ的一些议员啊 那么剥夺他们的选举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啊 呃 呃 剥夺他们是那个社团的成立啊 呃 还有一些社会舆情的一些鄙视啊 呃 都是主流名义 排斥港独这种现象 啊 那么我们看到政界啊 商界甚至学界里头呢 也没有人敢公开的挺这个港独 像香港众志这样的年轻人的新兴组织啊 那个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像黄之锋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坛的明星啊 也是不提倡港独的 只是自觉啊 呃 只不过是表达上面有一点混淆啊 那个有一位香港民运界的知名人士啊 也是一个老资格的一个名人士呢 他就说过了啊 呃 这个香港众志对这个自觉的定义呢 是不科学的 用词是错误的 实际上来讲呢 应该是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达到一个高度自治啊 真正的高度自治已经含有了自觉的成分了 是吧 而全面自治的权力呢 这个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基本法呢 都是没有赋予这种权力的啊 只能说是这个高度的自治 而不是这个那个全面自治这种这种权力 二次回归的含义是什么 因为那个李伟东先生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头呢 也讲了一个二次回归的问题啊 呃 以前97年是一种主权的回归 那么这次呢 是一种 呃 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归 那么我呢 基本上是同意这种呃 回归这种含义的啊 我觉得这个二次回归这个概念呢 是一种呃 这个李伟东先生的一种呃 独特的表述了 是吧 那么在我看来呢 那么这是一种对香港回归22年来的一个一种总结 呃 作为反对派来说 讲呢 也是一种算账了啊 认为这个北京欠账太多 呃 现在要算清楚 到底怎么回归我们这个香港的地位 怎么看待 呃 香港这个呃 那个港人治港 呃 高度自治啊 这个维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啊 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怎么个呃 呃 来个定位啊 这个我觉得准确的来说呢 香港主权已经回归了 但是人心呢 人心呢 还是没有完全回归的 所以我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叫做 港独是笑话 人心待回归啊 这个是我文章的一个题目 里头也讲了很多 呃 要回归的是人心啊 北京对这个香港的管制呢 可能准备是要升级了啊 呃 更多的是要加入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管制的手段 比如说在国家认同方面啊 北京也 这几年也提出慢慢要在国企法呀 国歌法呀 这个青少年的军训啊 呃 青年的内地交流活动啊 这些多方面要增加这个国家的认同感 呃 在学校的教育上呢 我觉得呃 可能将来啊 不远的将来啊 可能这个港府啊 可能要改变以往这种不干预的局面 呃 比如说 北京认为啊 这个反修例的示威中呢 暴露了这个通识教育的一些弊端啊 呃 因为通识现在教育的教材呢 一般是就没有经过政府这个教育署啊 教育部门的那个审核的 就是有一些 呃 诗人的出版社 来编的教材 那么有一些提法 呃 也是一直都没有干预的 所以这个跟这个大陆的提法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造成很多学生呢 对这个大陆的印象啊 一些观感呢 还有一些制度上面的认识呢 有偏差 所以 呃 这个在反修例运动中呢 也是暴露了很多 所以 我觉得将来香港的教育署呢 教育部门呢 一定会统一审核这个通识教育这个教材呢 在另一方面呢 那个反对派的普遍要求呢 和最大的共识呢 就是全面螺丝基本法啊 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方面呢 要做到最大化啊 比如说 这个普选的承诺和时间表呢 这个公民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呢 自由表达权利呢 和这个公民外交的权利 包括这个你说这个示威游行啊 和这个与外国政治合作这种权利啊 我觉得这个在作为民主派来讲 反对派来讲 他们会坚持这些权利 那个反而主流的民主派呢 不会在港独的诉求上浪费时间的 因为那个是他们也认为是死胡同 走不通的 所以还不如在很多自由权利方面 他们会应该做到最大化 我觉得现在香港众志的一些实际行动呢 也就是在国际上表达那个香港人的一个自由的权利 一些民主的权利 以前 我觉得在反修理运动以前呢 就是我采访过这个戴耀廷教授呢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公民外交 就认为呢 香港这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那么他们可以自己开展一些公民的外交与外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啊 一些或者一些那个国会的议员呢 作为一些交流 把香港的情况随时跟他们反映 让他们关注和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这个是戴耀廷提出的一个外交 公民外交的一个概念 而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种公民外交的情况已经开始由香港众志等一些反对派组织已经实施了 而且确实在美国是引起了一些效应 比如说 美国在审核这个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方面呢 显得很积极 而美国的众议院 那个参议院都是以那个比较大的比例或者是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呢 是通过要审议这个这个条例的 那么这个这个条例的审议最后怎么个确定下来 这个我们看呢 就是一定会 那么戴耀廷教授也讲到 美国通过这个法案的问题和障碍是没有了 只是在执行方面留有多少空间 怎么执行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普选何时能够实现 那个李伟东先生呢 在他这个文章里头讲呢 就是他提出了一个 香港的普选呢 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共和国按照国际标准的普选 而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有限的民主制 这个民主制能够放宽的何种程度呢 是需要与中央协商的 李伟东先生也讲到了 在香港的民主制的这个天花板那个高度啊 本来就是一个半民主或者准民主的模式 所以我是同意李伟东先生这个判断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这个真实的情况 我们也了解很多 所以觉得这个那个伟东这个表达呢 是清晰的 也是准确的 就我觉得这个香港的普选呢 确实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 要包括时间和节奏啊 范围啊 程度啊 是吧 这个都是我们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港英的时代呢 那个香港人也曾经争取过这个普选啊 由于是殖民地的地位嘛 那么英国实行的这个总督制啊 是不可能受到颠覆的 所以因此香港为了安抚民心呢 也扩大了一些这个立法会的组成部分啊 在除了委任这个议员以外啊 还设立了一些直选的议员 由这个精英来治港 参与治港啊 那么在基层组织方面的区议会啊 和市政局啊 乃至立法局啊 这个基层架构中呢 都增加了一些吸收民意的功能啊 使到这个社会的这个压力团体这个声音呢 有足够的渠道 反映到政府这个高层 那么1997年回归以后呢 那个中央政府呢 在头几年 我们看到是在1997年 在2003年 这是6年之内 基本上是采取了坚决不干预这个政策啊 当时这个朱镕基总理啊 是指示各个地区的省市啊 是不能够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啊 就以免别人家说这个干预香港的事务 后来直到了2003年爆发的对民生加政治议题的不满 触发了50万人那个上街游行的时候呢 这个中央政府啊 才重新审视它的香港政策啊 可能就当时调整了政策 认为这个完全不干预是不行的 所以开始了有限度的 循序渐进的一种干预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呢 这个香港的民主进程呢 如何设计啊 我觉得还是由中央政府来主导的 不完全是以香港人的意志为考量重点的 这个北京认为呢 那个香港的国际城市和对外交 对外交往这个活跃呢 这个程度呢 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但同时呢 又充满了政治风险啊 容易被这个西方作为这个反华啊 反共啊 这种前哨基地了啊 因此呢 这个政治上和宪政上呢 是不会轻易放松的啊 所以伟东讲的那个半民主啊 准民主啊 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呢 我也是同意的啊 只要北京一天不实现这个完全的民主制度 或者说是西方标准的民主 呃 或者是普世价值下面的社会形态啊 那么我想香港想要达到这个国际认可的民主啊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战略上来讲呢 它会威胁到北京和大陆的制度啊 虽然香港在这个经济上呢 有利于大陆的发展 比如金融服务业啊 啊 这个 毕竟是这个特殊的官贸地位嘛 自由港嘛 而且城市和企业管理的经验 对外联系等 这个显得很发达了 在香港啊 但是现在香港呢 在科技和制造业方面 大大是不如内地的发展啊 呃 我我觉得在中国的全球这个战略版图上呢 香港这颗棋子呢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以北京将这个深圳作为大湾区的示范区呢 就是看到了香港将来会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所以改由深圳来主导大湾区的改革和发展 如果香港的反对运动呢 不受控制的话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做好了香港那个自生自灭的心理准备的啊 从反修理运动爆发后呢 这个国务院召开了一次第一次记者会上 我就很注意到 这个官员呢 说出了一句很多人都没有充分理解的话 他怎么说呢 就是香港的乱局 要由香港七百万人买单 那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香港人造成这种东西 你香港那个经济啊 受到影响啊 只能由香港人自己买单 就是中央政府不会过度的干预 反正香港的乱局不会延伸过这个深圳河 因为大陆和香港已经有防火墙了 即使香港被打得稀巴烂 有人认为是北京没有面子和北京的损失 其实北京已经说了 香港的损失我们不管了啊 你们该怎么闹就怎么闹 那反正香港不可能从中国分裂出去 是吧 如果香港真的有两百万人上街游行的话 那么这两百万人就要为香港的未来负责 那个实际的情况呢 我就觉得发现了这两百万人 其实上街游行都是反修理的 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支持暴力示威的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不是支持暴力示威 也不是支持把香港打得稀巴烂的 是吧 他们的生计呢 生活呢 还是要靠香港 因此呢 这个北京是让港人自己调节心态 自己来止暴 治乱 这是一种旁观的态度了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北京也留给自己一个深度思考的时间 不接受戴住先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呢 这个伟东的文章里头的意思也很明确了 就是说当初在2014年这个雨伞运动中啊 他觉得这个民主派应该是要戴住先 就是先接受一个有限度的民主 有限度的普选啊 能够接受一个就一个 当时在雨伞运动的后期呢 这个其实欧盟有很多国家驻港的领事呢 也是集体去拜访那个民主派的一些议员 也劝说这个民主派这个议员呢 要先戴住先啊 先接受再说 放入口袋再说 得到多少算多少 但是民主派呢 当时是坚持这个双普选啊 不接受戴住先啊 不接受部分接受 结果呢 那个政改是原地踏步了啊 那回头我们看一看呢 就是说 不接受这个戴住先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呢 我从这个2014年以来写了一系列的专访文章 也采访了那个几十名泛民和本土派的头面人物啊 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 对当初这个不接受这个戴住先呢 感到后悔 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吧 公民党那个党编呢 那个大律师这个 这个梁家杰他就认为了啊 如果当初戴住先 那么中央政府和建制派呢 便会把这种有筛选的特首选举模式呢 固定下来 将来就不会改变 那么港人争取这个真普选便会成为泡沫 因此呢 宁愿原地踏步 也不要造成一个事实 将来这个击重难返啊 他的观点呢 代表了那个很多泛民的人士啊 议员的一些态度 他认为你戴住先 那就这个模式就固定下来了 将来你想要中央政府来进一步做 就不容易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看 我发现呢 就是民主派不接受这个 当时这个戴住先这个立场 跟今天我们看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致的 这种他们的思维其实是一致的 他们就认为如果不坚持双普选 这个终极的诉求呢 那么呢 有可能双普选 能够实现的契机 这个机会就不容易再次出现了 他们认为这次反修例运动呢 是一个契机 反送中的成功啊 但是如果不提出双普选呢 就等于这个运动半途而飞 他们现在这是一个泛民 目前普遍的一种想法 这个我觉得除了泛民以外 当然也是勇武示威者的一个态度了 这个目前的运动的僵局呢 就在于这个对于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那么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拖 那么示威者和民主派的政党的抗争呢 也不会消停了 对抗的方式也变成了多样化 这就有点像那个法国的黄背心运动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一样 周末又来一下 周末又来一下 这个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有点像法国那种黄背心运动了 那么政治上的计算到底对谁不利呢 港府这个施政会很艰难 市民会很心烦 示威者也很累 香港经济滑坡 连锁反映到民生 所以没有赢家 没有赢家 但是呢就是示威者和泛民呢 都是一个揽炒心态 什么叫揽炒心态 就是鱼死网破 就是大不了大家抱着一块死 看看谁怕谁 那么我现在也注意到 在这个僵局下呢 有一些社会人士也开始组组团的议政了 一方面是谴责这个暴力 一方面呢就是商谈这个双普选的方案 希望拿出一个这个泛民啊 学生啊还有建制派都能接受的方案了啊 制定一个那个政改的时间表啊 路线图啊 就看看能不能立足于2027年啊 如果是大家有共识的话呢 就是然后找政府再谈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思路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建制派的没有人敢出来谈这个事情 因为这不能得罪中央啊 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指令 建制派 谁也代表不了这个建制派出来 跟泛民协商嘛是吧 所以那个按那个港府目前的说法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双普选真的要谈政改要重启的话呢 就必须要在暴力示威结束以后才会考虑啊 这是林郑这个特首也公开表达过啊 那么香港的民主派呢 现在是还没有接受半民主的一种共识的 也就是伟东所讲的一个 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一个半民主啊 准民主啊这个 现在我看香港的民主派是还没有接受这个共识 这个也是一种 我觉得香港那个民主运动中一种政治正确了啊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接受一个半民主这种共识呢 可能他们的一种得不到任何东西啊 所以现在的僵局呢是在于这个政府呢是不想谈 泛民呢是不考虑中间方案 示威者呢就极限施压 也没有代表去谈 这个死结是比较难解啊 我看现在只能够拖到某一某一方 转变思维才有转迹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因此呢我相信中央政府呢可能会在国庆活动结束后呢 可能会多 会放多些时间去考虑这个香港这个问题了 基本上来讲呢 我是同意伟东的一种思路 但是在香港的政治现实中呢 要要实现这种思路呢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只能够靠各方看看能不能够调整 调整调整思维 调整这个一种策略吧 应该说是 我们也不能够指望这个 某一方比如说港府啊 或者是中央政府啊或者是泛民啊 或者是示威者 一块来想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想这个问题 所以要看在国庆活动以后 是不是有一些机会 大家坐下来谈 这个是我的一点补充